从一个落魄的流浪画手 变成名震欧洲的德国元首 希特勒当年是靠什么登上权力之巅的 说起希特勒早年的生活 就离不开绘画和读书这两件事 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之后 希特勒带着母亲和其他亲戚给他的一些钱 来到了维也纳 报考了维也纳美术学院 结果在入学考试的时候 希特勒不幸落榜 因为维也纳美术学院 倾向于招收那些善于画人像的学生 而希特勒擅长的是建筑画 对于人像的考题自然就没那么得心应手了 落榜之后的希特勒很不服 为了讨个公道 他就去找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校长看了看眼前这个心有不甘的青年 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阿道夫同学 你的天赋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你应该去读建筑学校啊 校长的建议倒是不错 可当时想要进入建筑学校 需要有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 而希特勒在中学时期的学习成绩非常差 所以他中学还没毕业就退学了 没有中学文凭 自然就没有办法到建筑学校就读 不巧的是他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又得了癌症 1908年12月21日 希特勒的母亲病逝 他忍痛处理好母亲的丧失之后 重新回到了维也纳 决定好好复习一段时间 再去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 然而命运给他的安排是残酷的 希特勒这一次又失败了 父母都已不在人世 自己想去的学校又进不去 眼看着自己手里的钱就要花完了 希特勒只好放地山段 靠在街头卖画片为生 他把自己画的画片卖给小贩装饰墙头 卖给商人当做画框的装饰品 为了赚钱 希特勒还常常给小铺子老板画招贴 给类似泰迪胡抽粉这种商品设计海报 据当时认识他的人回忆 希特勒这人很怪 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还不和女人交往 他只要有闲下来的时间 都用来看书和与其他人讨论政治 希特勒虽然在中学时成绩不好 但这不代表他不爱学习 他只是不喜欢学课堂上老师教的那些枯燥的东西 在没来维也纳之前 希特勒就参加了临慈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 那时他就开始大批大批的就业图书 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 年轻时的希特勒总是埋头在书堆里 他最喜欢看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神话的著作 哪怕在后来的流浪生活中 他也在坚持读书 在我的奋斗里 希特勒对自己早年的生活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当时我用心读了大量的书 工作之余全部时间都花在读书上 这样几年之内我就打下了知识的基础 直到今天 我还是能从当年读到的书里吸收宝贵的营养 随着1914年驿战爆发 希特勒靠卖化为生的流浪生活总算走向了结束 他自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 成了一名传令兵 因为作战英勇 希特勒获得了两枚勋章 1914年12月 他得到了一枚二级铁石子勋章 1918年8月 他又得到了一枚一级铁石子勋章 要知道在前帝国军队中 一级铁石子勋章是很少属于普通士兵的 希特勒对于这枚勋章倍加珍惜 一直到临死他都佩戴着这枚勋章 在战友们的眼中 希特勒也是个奇怪的家伙 他和别的士兵很不一样 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 他也从来不要求休假 对于前线的肮脏 讨厌的狮子 战壕里的泥泥和恶丑 他从来都没有过一死的抱怨 当时哪怕是最勇敢的军人 也会对前线的艰苦环境抱有怨言 在一战中 希特勒一共受伤了两次 第一次是1916年10月7日 他在索姆河战役中因为腿部受伤 回到了德国治疗 并于1917年3月返回战场 当他第二次受伤时 一战已经接近了尾声 因为中了英军失方的毒气短暂失明 希特勒被送到了后方医院中疗养 结果在他养伤期间 德国宣布向协约国投降 1918年11月底 希特勒回到了德国的慕尼黑 这年冬天 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一个战斧营 担任警卫 在第二年的春天 他又回到了慕尼黑 在这年9月的一天 希特勒接到了陆军政治部的命令 要他去调查慕尼黑一个 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 希特勒的政治生涯 也从此正式开始了 在旁听德国工人党会议的时候 希特勒痛斥了一位 古吹江巴伐利亚 从德国分离的与会者 德国工人党的领袖 安东德莱克斯勒 对他的演讲印象深刻 并邀请了希特勒入党 不久之后 希特勒就成为了主席团委员 在当时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里 有两个成员 对希特勒日后的崛起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在慕尼黑陆军 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 安斯特·罗姆上位 他在希特勒之前就加入了这个党 而且他天生爱好政治 有组织天赋 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的打手 也就是日后冲锋队的出行 罗姆不仅给这个小党 带来了大批的退伍军人 还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 给希特勒和他的运动提供了保护伞 当时要是没有罗姆的帮助 希特勒想要煽动 推翻威马共和国的运动 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开战的 另一个对希特勒崛起 起到重要作用的人 名叫狄特里希·埃卡特 他是一名新闻记者 比希特勒大21岁 算是希特勒的入门导师之一 他平时经常借书给希特勒阅读 还通过耐心的指导 帮助希特勒提高演讲和写作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 他还将自己的广大朋友 介绍给了希特勒 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党费 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有钱人 也有像鲁道夫·赫斯 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这样的未来助手 可以说没有罗姆和埃卡特 这两位贵人的帮助 就没有希特勒后来的飞光腾达 到了1920年夏天 德国工人党改名为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他的缩写是NSDAP 因一国来也就是纳粹 希特勒不仅是这个党内最能演讲的人 也是他们最优秀的组织家和宣传家 到了1921年夏天 纳粹党的经费 就主要靠希特勒来募集了 资金的来源 除了他在群众集会上的演讲 所筹到的捐款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军队方面的款项 1920年12月 纳粹党买下了一家 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的亏本报纸 这样一来 希特勒就有了所有政党所必备的条件 1921年7月 纳粹党内却立了领袖原则 希特勒元首的称呼 也在这一时期最早出现 除了罗姆和埃卡特之外 戈林也为希特勒早期的创业 立下了汉马功劳 戈林在德国比希特勒出名要早 在一战时 戈林是德国的王牌飞行员 获得过德国战时最高巡战 攻勋巡战 一战后期 戈林还担任了 李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任队长 一战结束后 戈林在瑞典 做了一段时间的运输机驾驶员 后来他又找了一个有钱的瑞典女人结了婚 之后他们俩又一起来到了德国的慕尼黑 1921年 戈林认识了希特勒 并加入了纳粹党 他给纳粹党和希特勒个人提供了资助 还帮助罗姆组建了冲锋队 除了其他人的资助外 希特勒还有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就是卖书得到的板税 1924年4月1日 希特勒因为啤酒馆暴动失败 被法庭判定有罪 在监狱服刑期间 希特勒也没闲着 他将一本自己要写的书 一张一张的口述给了鲁道夫赫斯 这本书就是《我的奋斗》 最早一版《我的奋斗》 是在1925年秋天出版的 它的售价是12马克 比当时德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的定价都贵了约一倍 靠着《我的奋斗》这本书 希特勒成了德国最流行的作家 到了1940年时 这本书在德国已经卖了600万本 这笔巨额的板税收入 也让希特勒成了一个大富翁 在监狱里蹲了不到9个月 希特勒就被获释出狱 出狱之后的他 继续从事推翻魏马共和国的运动 此时纳粹党和他的报纸已经被取缔 希特勒本人也被禁止两年内在公开场合演讲 没了发声的渠道 纳粹党就成了哑巴 也没法继续扩大 所以在出狱两个星期之后 希特勒就去找了巴伐利亚邦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 向他保证 以后的行动一定会遵守规矩 赫尔德看到希特勒的态度诚恳 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人民观察家暴》于是在1925年2月26日复刊 由于被禁止了两年内在公开场合演讲 希特勒将经历转向了扩充纳粹党的规模上 他将全国分为了若干个区 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由希特勒人民的区领袖 另外还有奥地利、弹泽、萨尔和苏黛德等7个区 为了争取到更多的人加入纳粹党 希特勒还为妇女和儿童设立了专门的组织 希特勒青年团负责吸收15到18岁的青年 德国少年团吸收10到15岁的少年儿童 女孩子们则有专属于他们的德国少女联盟 妇女有纳粹党妇女会 学生、教师、医生、律师等各行各业 也都有自己的组织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纳粹文化联盟来吸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权利 希特勒又建立了一支党卫队 党卫队成员身穿黑色制服 并且宣誓要效忠于希特勒个人 最初党卫队只是希特勒的卫队 到了1929年时 希特勒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党卫队头子 他就是养鸡肠主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姆莱把党卫队接手过来的时候 成员一共才只有200多人 等到希姆莱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 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 而且在整个欧洲德战区 都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名字 与其他纳粹高层相比 戈培尔的经历就比较奇特了 首先他的学历 在纳粹党中就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戈培尔先后上了八个大学 最后在1921年24岁的那一年 在海德堡大学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戈培尔有着高超的演讲水平 也很善于煽动群众 对于纳粹党来说 戈培尔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但戈培尔早期并不是站在希特勒这一边的 他之前是给希特勒党内的对头 斯特拉塞尔当秘书的 当希特勒还在监狱里关着的时候 斯特拉塞尔在纳粹党中突然火了起来 他比希特勒小三岁和希特勒一样 也在一战时获得过一枚一级铁石自讯章 他在1920年时加入纳粹党 不久之后成了巴伐利亚纳粹党区领袖 和希特勒一样 他也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能手 但他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极具独立性 拒绝向希特勒低头 在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的工作下 他们在德国北方 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 如果任由他们这样发展下去 很有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 1925年秋天和第二年的2月之间 在为马共和国征用和接管推备的 王公贵族们的大庄园和财产时 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建议 支持征用这些贵族的财产 希特勒听到之后大怒 因为这些前统治者中 有不少都是他的大金主 之前给希特勒个人和纳粹党捐了不少钱 如果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 那希特勒的收入很快就会枯竭 在一次趋一级的领导会议上 戈培尔还大放厥词 说要把希特勒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 开除出纳粹党 为了搞掉斯特拉塞尔这个党内的强劲对手 希特勒稳住性子静候时机 到了1926年2月14日 希特勒展开了反击 他在德国南部的班贝格召开了一次会议 他狡猾地选了一个工作日 这样北方的领袖就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 只有斯特拉塞尔和戈培尔可以分身参加 这样一来 他们在人数上 就会大大少于希特勒一手挑选的南方领袖 猴精的戈培尔在这场会议上 一看形势不对立马跳船 公开背弃了斯特拉塞尔 倒向了希特勒一边 为了更好地留住戈培尔 希特勒还特意邀请他到慕尼黑发表演讲 招待他的规模也设置得隆重至极 1926年10月底 希特勒又送给戈培尔一份大礼 他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 这时的戈培尔才刚满29岁 一夜之间就像祖火箭一样 穿升为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 虽说希特勒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忍的 但是他对于手下人的品行却特别能容忍 不管是皮条克 杀人凶手 还是同性恋者 酗酒自食之徒 只要能给希特勒带来一点好处 希特勒就照受不误 为了取得政权 希特勒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争取同德国国内 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上 当时德国最有势力的机构 一个是陆军 一个是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 在1927年的时候 陆军曾禁止征募纳粹党人 参加十万人组成的国防军 甚至还禁止雇佣纳粹党人 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 但是到了1930年年初 纳粹党的宣传 在陆军里特别是年轻军官中间 已经起了作用 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 就将恢复昔日的规模 那他们就有了提升的前景 而在为马防卫军这样小规模的军队中 他们是没有快速提拔的指望的 到了1931年夏天 希特勒开始有不足地讨好 国内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 他走遍整个德国 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会谈 告诉他们自己上台后 重整军备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 在得到了陆军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之后 希特勒就只剩下一个人需要拿下了 那就是在任的老总统兴登堡 而此时兴登堡已经80多岁了 熬不了几年就将离开人世 这对于希特勒来说基本不足为虑 到了1933年 希特勒成功当选了德国总理 为了能够坐稳江山 纳粹党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希特勒让兴登堡总统签署了 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 这项法令中规定 允许限制个人自由 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 包括限制出版自由 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 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 对搜查住宅发放许可证件 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 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利 这样一来 希特勒就能够合法地 任意逮捕他的反对者 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 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招摇过市 未经许可破门而入 进行搜查 然后把受害者带走 再将受害者扔到冲锋队的营房中 进行严刑拷打 从此之后 整个德国就笼罩在了 这样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中 在1934年老总统新能保兵委之际 陆军决定支持希特勒继任为总统 但陆军为此提出的条件 是要希特勒解决掉冲锋队 这个对陆军的威胁 因为此时的冲锋队 已经超过了300万人 冲锋队的头子罗姆 又想以冲锋队为新军队的基础 将陆海军、冲锋队、党卫队 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 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 至于这个国防部的部长 则由罗姆自己来担任 随着1934年夏天的来临 冲锋队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 持续恶化 在要不要出卖自己曾经的贵人 来换取至高无上的权利这个问题上 希特勒一时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戈林和希姆莱 替海在犹豫的希特勒下了决心 他们俩联手用伪造的证据 让希特勒相信了罗姆要密谋发动政变 于是在1934年6月30日 清晨4点半左右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菲蒂姆尼黑 开始了一场名为长刀之夜的 纳粹党内清洗行动 希特勒不仅借长刀之夜 清洗了冲锋队中他不信任的人 那些较早遭到囚禁和流放的 其他党派人士也一同被清洗掉了 很多人纯粹是因为过去反对过希特勒 而遭到了报复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知道了 有关希特勒太多的内幕而为灭口的 由于党卫队执行这次行动有功 之后就脱离了冲锋队独立了出来 希姆莱担任了党卫队全国领袖 并且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 老总统兴登堡病逝之后 希特勒顺利接管了国家元首 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利 成了德国的元首兼国家总理 为了堵住漏洞 希特勒要军队全体官兵都宣誓效忠他个人 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去公开 质疑希特勒的权威了 那些不听话的人 对希特勒存有意义的人 此时都笼罩在秘密警察的恐怖 和对集中营的恐惧之中 为了更好地控制下一代为自己服务 希特勒在教育方面的影响也无处不在 我的奋斗被教育工作者们 分为绝对正确的指路名灯 所有教师在就职时 都要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孩子们从小就在希特勒青年团 与德国少女联盟这样的组织中 被强行灌输纳粹思想 就连教会里那些不听话的神职人员 也陆续遭到了逮捕 到了后来 各大教堂的共谈上 都要供着一本我的奋斗 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 也都有一本我的奋斗 因为没有的话 人们在心里上就会觉得不太安全 在一对对青年男女结婚时 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 也成了那时德国人的一种义务 学生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 也几乎每人都会得到一本我的奋斗 靠煽动运动起家的希特勒 自然知道民间对政治的讨论 会对自己构成多大的威胁 所以他对于民众的言论和民间集会 做出了严格的管控 凡是发表煽动言论 举行煽动集会一律会被绞死 凡是袭击党卫军人员 或是在信件或其他文件中 发表毁谤希特勒或是纳粹政府的言论 要么被禁闭两个星期 要么就被编持25下 而这在当时的各项处罚中 都已经算是较轻的了 获得了至高无上权利的希特勒 在之后一系列的对外行动中 就再也没有了羁绊和顾虑 在占领莱茵兰时 德军的总司令伯罗姆堡 在约德尔河大多数高级军官的支持下 要撤回已经越过莱茵河的三个营 而希特勒一直沉得住气 没有同意将领们中途撤兵的请求 令那些勉强从命的将领们感到奇怪的是 希特勒居然还真的成功了 在莱伊兰的冒险行动 增强了希特勒在德国的威望和权力 这个胜利也让他凌驾在了那些将领们之上 经过专业军事训练的将领们 尚且会在关键时刻愁愁动摇 而希特勒没上过一天军校 却能始终保持着坚定 这让德军将领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 在对外政治甚至军事问题上 希特勒的判断远比他们来得要高明 莱伊兰的占领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 但却为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打开了道路 法国有100个使 却不敢击退3个营的德军 那些处在法国建立的安全体系下的其他国家 又怎么可能相信自己在遭遇德国威胁的时候 法国会为自己挺身而出呢 法国费了好大劲才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 就这样被希特勒给轻易瓦解了 在接下来的谋划中 希特勒又通过和平的方式 实现了德奥合并和屯并苏泰德地区 为第三帝国平填了1000万人口 和一大片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 这也为德国称霸东南欧打开了大门 在仅仅4年半的时间里 希特勒就使政治上一片混乱 经济上濒临崩溃 军事上被严格限制的德国 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德国人的眼中 希特勒还哪是烦人了 他简直就是德国的神呢 在慕尼海协定签订还不到10天 甚至苏泰德地区的和平占领 还都没有完成 希特勒就在考虑下一步了 靠着之前德奥合并 和吞并苏泰德的那一套 希特勒又成功迫使立陶反人 将梅梅尔交给了德国 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不流血的征服了 在同波兰大交道之前 还没有哪个欧洲小国 敢去拒绝希特勒的要求 对于英法给予波兰的担保 希特勒也没当一回事 他根本不信英法会为了波兰而打仗 而且他在进攻波兰之前 又派里宾特勒夫和苏联签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解除了攻打波兰的后顾之忧 这时能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的 就只有陆军了 但陆军对于波兰的看法 又与希特勒高度一致 早在魏马时期 德国军方就认为波兰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为复国后的波兰 拥有了一条通往海路的走廊 将德国领土分成了两半 一个德国人 想从陆地上去本国的东普鲁士 还得先经过波兰人的同意 这简直就是对德国的侮辱 即便在魏马共和国时期 也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 愿意把波兰占领德国故土 看作永久不变的事情 魏马防卫军之父冯塞克特将军 早在1922年就告诉过政府 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 波兰必须被消灭 而且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消灭波兰 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 波兰灭亡之后 凡尔赛和约的最坚强支柱 法国的霸权已经完蛋 由于与军队的想法一致 军队的高级将领不仅不会 也没必要冒着杀头的风险 在战争即将爆发时推翻希特勒 德国的百姓呢 此时仍然相信他们的元首 依旧可以像之前那样 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波兰的问题 结果当1939年9月1日 德国人民一觉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处在战争之中 他们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两天后 当英法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从威廉街总理府前面的库印器传来时 在场的民众也全都愣住了 那个战亡不像神一样的元首 居然就这样把自己 拖进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了